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去林玉家小菜园刨可萝卜来吃 白萝卜营养非常丰富 被誉为是冬季人参 今天就用这颗奇形怪状的萝卜 来分享一个非常营养的做法 不用放漏,吃起来口感漏漏的,特别香 先把萝卜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把它的小地都给它掰下来 先放在盆里留着炒菜用 萝卜太大了,用一半就好了 先把萝卜的外皮给它去掉 去掉头部,切成小段 宽度在4厘米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切成薄薄的大厚片 切到扣一点,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切好以后收到一个大碗里面 加入20克的白米糖 两大勺食盐 下手给它抓拌均匀 放在一旁冷酱30分钟 煞出萝卜的汁水 准备一颗大葱切成葱花 生姜去皮以后切片 再切成姜丝 收在大碗里面 另准备一个碗 调过料汁 加入两大勺的西红柿酱 两大勺生抽 一大勺蚝油 10克白糖 倒入200克温水 搅和均匀 备用 把萝卜的水分已经杀出来了 杀出的水分以后就变得软软的 倒在网铺里面 把网铺给它收拢起来 用尽全力挤出汁水 倒在大碗里面 加入三大勺的木薯淀粉 下手给它抓拌一下 利用萝卜上面的水分 粘裹住一层淀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热锅中倒入82年使用油 用刷子涂匀 把萝卜块给它放进来 依次把入锅中给它煎一下 全程开文明火 煎至底部变色以后 然后给它翻个面 再煎一会儿 大概三分钟左右 煎到萝卜两面都呈现这种金黄色 盛在漏勺里面 控制多余的油分 另一起锅 倒入之前调好的料汁 大火烧开 加入葱花和姜丝 再次烧开以后 倒入白萝卜块 搅和均匀 大火煮一分钟入味 就可以出锅了 我们盛入盘中 再去小菜园里面揪几颗葱叶 把切好的葱叶给它撒上来 白萝卜这样做的 吃上去没有一点辛辣味 吃上去口感露露的 特别好吃 这道菜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来吃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无论是站着吃还是坐着吃都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转发哦 我会持续更新美食视频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新月厨房 我是新月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